現在美國的霸權衰落 令到他更加緊張 就是崛起中國 所以就不斷地打壓中國 不斷地撥毀中國 不斷地聯合他的盟友 這個趨勢都是會繼續的了 但是我們中國現在的反應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都是一個比較 我反而個人覺得是有一點點樂觀的 我又不是這麼悲觀 另一個我們看到的現象是 其實美國的盟友是否真的 跟他站在同一線呢 也未必的 越來越多美國的所謂盟友 都已經不聽他的話了 像沙特阿拉伯 印度 另外就是他在東盟的 進展都不是那麼順利 現在甚至乎新西蘭 開始看到跟中國的關係越來越好 另外一個國家我今天現在說的就是南韓 那韓國最近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就是首先我們看到佩洛西 訪問 南韓 南韓總統韻錫悦 以及政府竟然沒有派高級官員去接機 佩洛西去到南韓 也沒有跟韻錫悦見過面 只是通過電話 令佩洛西非常不高興 那似乎南韓在對 中美這個政策的糾紛方面呢 他們的站面的角色呢 開始有一點點改變 為什麼這樣說呢 跟著呢 我們說到今天的重點就是 在今年三月美國提出組建 芯片四方聯盟的構想 向日本、韓國、中國 去台灣等等地區發出邀請 應該是向日本、韓國和台灣 發出邀請 那就是欺請他們加入 這個所謂芯片四方聯盟 美、日、韓、台 那當時就是要求 希望呢 就可以減少 這些這樣的 對中國的依賴 減少這些國家在芯片對中國的依賴 那就是聲稱不能夠再允許中國 等國破壞經濟或者行使不必要的地緣政治影響 中國買你的韓國芯片 買你的日本芯片 怎樣破壞經濟呢 怎樣行使不必要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呢 這個就是美國 美國才會說到這種說話出來 好 8月8號 就是昨天 尹錫瑜在南韓的總統府回答記者問題 就被問到 美方已經要求韓國 就去表態是否參與芯片四方聯盟 那就是 初商結果的決定是否正式加入 另外呢 就會打算在 8月底或者 9月初 就進行相關的細節 討論 就可能會開一次會了 看看怎樣加入 那 其實這個所謂芯片四方聯盟 你一看內容 你大概知道 原來 基本上對美國是有好處的 因為他美國可以借此 壓制中國在 芯片技術的發展 或者用芯片 或者買芯片 或者買光刻機等等的 過程 就可以封鎖 另外還有是EDA軟件 另外就是高純度的 氛化錄 這些原材料 其實日本可以提供 如果真的 中國買不到這些 產品的話 對於中國的半導體產業 應該是 的確是有致命性的影響 現在中國的 剛工業 剛工業就有 就是剛是我的個牙 就有41個大類 有207個中類 有666個小類 是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 所列出全部工業大類 和軟件信息的國家 那麼如果美國 要求 或者是強迫這三個國家 包括日本、韓國、台灣 或者地區 加入芯片四方聯盟 會對中國的實施等於等同 就是在半導體上 上下游 全個產業鏈 全個產業鏈 封鎖 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好了 我們看看韓國政府有什麼反應 韓錫月就說 他首先否認 這個所謂芯片四方聯盟 是將會排斥 特定國家的 有這個性質 就是排斥中國 意思是 他首先否認 他不會排斥中國 另外 這個芯片的 四方聯盟 其實是想什麼呢 目的就是想 相關的國家 即是美國、日本、韓國和台灣這個地區 能夠在半導體產業發揮協同效應 就不是在技術上孤立中國的技術 安保同盟 特別是 中美 中國和韓國 是建交30年 關於這個 時刻其實韻錫月就說了 他是會基於國家的利益 來研討 芯片四方聯盟 怎樣去加入 怎樣去進展 所以他就派 這個 韓國的 外交部長 這位叫做 霍鎮 霍鎮就是昨天下午已經出發了 就飛去中國的青島 就將會跟我們的外長王毅會面 估計就除了慶祝中韓建交30周年 這個紀念日 另外 中國和韓國的外長 將會就雙邊的關係發展方向 朝鮮半島問題 等等的問題 深入探討 相信這個 芯片 半導體 這個 所謂四方聯盟 也會是疫情之一 事實上 韓國的芯片 出口總額 在去年是高達1280億美元 其中對中國和香港的出口加起來 高達60% 即是說是700多億美金的出口 就是做這樣的生意 你想一想如果說 韓國是聽 美國所說加入了芯片 四方聯盟之後 大量減少和中國 包括香港的 這個出口芯片 說每年700多億美金的生意額 可能會大幅減少 甚至乎沒有了 這個是多嚴重的問題 你想想韓國會不會那麼容易走開呢 會不會 就此是跟美國去合作呢 搞這個 四方聯盟呢 所以相信呢 今次那個 中 韓外長會面之後呢 會更加有這個眉目 另外呢 就下個月 或者下個月初 或者今個月尾 如果真是這個 美國提議這個芯片 芯片四方聯盟是 大家 四個地方坐在一起聊一聊 怎樣搞的 相信呢 大家到時候會有更多眉目 暫時 但是現在呢 我相信呢 甚至乎日本 和台灣的芯片公司 都極有可能呢 是跟韓國 現在的想法一樣 就是說呢 加上這個四方芯片聯盟呢 是不代表 他們呢 以後不跟中國 做芯片生意 因為這個市場實在太大 如果他們不跟中國做生意 如果他們不賣芯片給中國呢 都不知道賣給誰 這個 這個對他的利益是很重大的影響 儘管看看美國今次 美國今次可不可以得逞 那 中方又如何表態呢 中方就說 無論什麼的框架安排 都應該保持包容開放 就不是歧視 排除其他國家 我們都應該促進全球的產業鏈 供應鏈穩定 而不是損害和割裂全球的市場 在現在的形勢之下 加強產業鏈供應鏈的開放合作 防止碎片化 是有利於各方面 也都是有利於 整個世界的發展的 那這個就是 我想說的第3個 今天的第3個題目 南韓 在這個芯片四方聯盟 這個態度上 其實呢 是非常有保留 好 最後講 今天最後一個題目 教育教壞了 就要再教育 中國駐法國大使這一位 是 盧沙野日前公開表示 如果中國統一台灣之後 將會再教育台灣人 他這個說法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也有很多的討論 法國的電視台就專訪他 在前日再度專訪 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 盧沙野呢 也都是再強調 就說 堅持就說 如果中國統一 是需要再教育台灣人 就說台灣人想獨立 就不是台灣人的 真實意願 而是受到台獨的思想灌輸 和獨害 至於近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說 中國是反應過敏 佩洛西訪台 布林肯的話 非常沒有道理 他的道理就是 以前甘里奇去過 現在佩洛西去過 甘里奇以前 是仲義議長 現在佩洛西也是以仲義議長的身份 去了有什麼問題 大家都看到 甘里奇不是這個 執政黨 當時是在野黨 但佩洛西現在是執政黨 是吧 還有他第三個 是總統繼承人 級數高很多 意義也很不同 所以 盧莎也說 貝良肯用這個例子 是不合理的 不可以說以前曾經做過 現在就可以做 以前做是錯 現在可以再做同樣的錯事 不可以說你以前殺過一個人 現在可以再殺另一個人 因為 因為其實你第一件事已經不對了 盧莎也強調 如果 這個是 中國統一台灣 就一定要 重新再教育台灣的民眾 他就說 一個80歲的女士 不應該像一個8歲的小孩那麼任性 佩洛西訪問台灣 不單只是犧牲了中美的雙邊關係 還是迫使台灣2300萬的人民的安全 置於危險之中 破壞了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這一切都是僅僅為了他自己的政治私利 好了 說到台灣人被教壞了這個題目 看看歷史 看看評論 有很多人認為 台灣人被教壞 最主要是太陽花運動 當年是一個對台灣的年青人的大洗腦 令到 很多的台灣的年青人的思想比較偏激 越來越接近法西斯 現在就是說 為什麼近年 那麼多台灣的年青人 都要投票給民進黨 其實就是當年太陽花運動 流下來的影響 好了 年青人投給民進黨 投了 民進黨也上了台 執政了這麼多年 最近其實是有些改變的 根據 我昨天給大家看的 訪問台灣 街頭的年青人 問他如果 中國要武統台灣 台灣要打仗 你會不會去應戰 會不會去參軍 答案就是 年青人 就說我先走了 我先躲起來了 我是田徑隊了 我走得快了 我希望和平 如果中國來到 打仗軍來到 我會是 歡迎他們 因為 我會 我是喜歡 我希望可以統一 我希望可以和平統一 我會高呼祖國萬歲 我們對台灣 有沒有得打呢 如果中國教育官來到 沒得打呢 基本上 所有人都是說 沒得打的 哪有得打呢 台灣 民進黨 向美國買了一些 即將淘汰的武器 或者二手武器 還要超高價錢去買 台灣的兵哥 就不是掃地嗎 台灣自己做 軍演 都有 都有軍官可以 失事死亡 怎麼可以打仗呢 原來 我們發覺 近來 近一兩年 台灣的年輕人 改變了態度 再不是 好像太陽花運動之後 那麼激 開始明白 原來他投票給民進黨 是有些投錯了 怎麼錯呢 原來民進黨現在 第一處理疫情那麼差 第二是亂買武器 第三就是 台灣很多基建都是非常之落後 民生非常之不滿 另外 原來台灣 還有一樣不滿 就是台灣 這個是 民進黨 利用網軍 這樣的策略 花了很多錢 最近 國民黨召開記者會 民進黨 民進黨 利用 網軍來宣傳 去年花了20億台幣 大概除了4或5 你計算一下 大概4、5億的港幣 20億台幣 花在網軍宣傳 這個綠營的網軍 民進黨的網軍 大家都聽過一個名字叫1450 為甚麼叫 1450 民進黨曾經曝光一個編列1450萬元的預算是用於養網軍 令到台灣島內的輿論非常之驚嘆 那麼現在 原來1450萬這個數字已經變了20億 那麼可能都要改名了 台灣網軍就不是再叫1450網軍 是叫20億網軍才對 那麼另外呢 台灣民眾很多很不滿的就是說 就是蔡英文政府是 容許這個 豬肉 就是有這個瘦肉精的豬肉是入台灣 那麼這個也是 令到很多民眾是非常之不滿意的 另一個非常之不滿意的地方就是 蔡英文政府 不批准這個中天新聞台這個頻道 連這個頻道呢 在2020年12月11日呢 12日的時候就零時停播 而令到中天新聞呢就現在要轉到Youtube 和境內的OTT服務上直播 那麼民眾就認為呢 蔡英文政府是打壓中天電視台 令到他呢 就是不可以再有反對 民進黨的聲音呢 這個是新聞自由方面的一個打壓 那麼現在呢就變了大家就開始想一想了 怎麼可以拉回這幫年青一代呢 令到他們呢 可以真是明白那個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究竟其實民進黨做了多少的 對台灣不利的事呢 那麼就有人就說 其實呢 課程方面 教育的課程方面 基本上呢 已經是改了 民進黨全部改了 就是令到台灣的青年人呢 完全是沒有 對中國文化的一些憧憬啊 沒有國家民族觀念啊 已經是完全沒有的 所以呢 唯有是靠自己家庭教育呢 去幫那些小孩了解歷史和事實 那麼現在就是 台灣有些人 台灣人呢 是怎樣去教好的自己的子女呢 還有呢 教他們認識中國歷史啦 中國文化藝術啦 這些這樣的 程序或者步驟 其實就是現在的 一些台灣的父母呢 明白到呢 原來呢 那個民進黨是怎樣 怎樣已經教壞了小孩子 那麼也有些 研究就認為呢 其實50歲以上的台灣人呢 大概起碼呢 有八成 八九成的 50歲以上的台灣人呢 是非常之不喜歡民進黨 也都不喜歡台獨 是希望 國家可以統一 統一這個台灣 另外就是 所以年輕的那班呢 現在其實都是慢慢地改變 連長的那班呢 其實一組呢 都是根本是 希望是和平統一的 大家好 大家好 想和大家介紹一下 巴士的部推出的一個新服務 石樓台 石樓台提供獨家的內容 給我們忠實的觀眾 訂閱石樓台 每天不用港幣兩元 就可以看到我老英雄 你和巴士的部團隊 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獨家內容 幫我們在YouTube頻道的節目 是不會減少的 希望你們能夠 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石樓台的連結 就可以瀏覽到 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 一些精選的內容 另外 亦都可以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到巴士的部的網站 亦都可以找到石樓台的 請大家去石樓台看一下 多謝大家支持